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10月21日,星期三 我这个视频呢,继续跟大家报告一下呢 关于法国巴黎老师在街上被砍头的这件事情的进一步的情况 首先呢,我想纠正一下我昨天那视频里面的一些信息 我昨天那个视频呢,是基于大的媒体BBC他们的报道的信息 因为BBC呢,是比较大的媒体 所以呢,我看了那个以后呢,我也没有跟其他的媒体来交互的确认 然后直接呢,就认为他里面报道的内容呢,就是真实的 而事实上呢,我今天发现呢,他里面的有些内容是不真实的 比如说这个凶手呢,他18岁是没错 但是他并不是捷克裔的 他是在俄罗斯出生的 然后呢,在他6岁的时候和父母以及家人一起就来到了法国 是以这个车臣难民的名义留在法国的 那他6岁来的,今年18岁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 那他有他父母,还有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据报道呢,说他姐姐呢,已经参加了那个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但是现在呢,下落不明 这事出了以后呢,有媒体采访了他的叔叔 他叔叔出面说呢,家里面人,他叔叔啊,还有他爸爸呀 都一直在教育他 说这个孩子呢,还是一个挺老实,挺诚实,挺本分的那么一个孩子 就难以相信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他的叔叔和他的爸爸呢,经常会教育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姐姐已经是绞入了这个伊斯兰国的问题 然后呢,会提醒他说,少出门,不要惹事,不要惹麻烦 但是呢,没想到他惹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 那这个事件呢,在我昨天的视频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信息呢,是不准确的 就是呢,被杀的这个老师啊 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 应该说是初中的老师吧 他的班里面学生呢,都是13岁左右的学生 并不是高中像那个凶手18岁的学生 这个18岁的凶手呢,并不是他班里的学生 这一点呢,不怪BBC,是我自己理解错误 因为我看到BBC的报道说呢 老师在学校里面正常上课 上课掩饰了这个先知蒙罕默德的画像 然后呢,下课了以后呢,这个学生就跟踪他 那由这个信息呢,我自己想当然 我以为这个18岁的这个孩子呢,是他班里的学生 而实际上呢,并不是 这个老师在班里面,就是引发这18岁的凶手呢 来杀他的这个事实基础呢,是在十天以前 这个老师呢,就在班里面上课 他是一个历史老师 他在那一节课当中呢,上的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课 那一天呢,他就拿那个查理周刊所刊登的 讽刺先知蒙罕默德的漫画 在班里面呢,用这个漫画 作为他上课的一个教材的一部分 来给学生呢,讲解言论自由 当时呢,这个老师还意识到 因为呢,这个漫画呢,会有争议性 因为以前呢,是有争议性 而且引起来了特大的这个恐袭案件 那这个老师呢,因为是担心 穆斯林的学生呢,会有不适的感觉 所以呢,他要求穆斯林的学生 说你们如果说不想留在教室里面 你们可以离开 那有一些呢,就离开了 但是呢,也有留下来的穆斯林学生 那这学生呢,有一个13岁的孩子呢 他回家,还有其他的学生可能回家呢 都跟家长说了这件事情 那穆斯林的许多家长呢 就对这件事情认为这个老师呢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是侮辱他们的宗教的 是侮辱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 所以呢,就到学校呢 跟学校来交涉这件事情 就要求学校呢,开除这个老师 这个事情闹得还挺大的 然后呢,学校以及教育局呢 就在跟这些家长呢,进行交涉 那交涉呢,还没有结果的时候 其中的一位家长 就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言论 就关于这老师 他就认为这个老师呢 就是一个暴徒 为什么是认为暴徒呢 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他认为他是暴徒 然后他认为呢,这个老师是暴徒 说这样的一个老师呢 侮辱啊,侮蔑他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 这样的老师呢,就不配来做老师 不应该在学校里面去教育这些学生 他连教育他自己的资格可能都没有 那在网上呢,就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在前几天呢,他还发了一段视频 就在这个网上 那这段视频呢,在推特里面 就为这位18岁的凶手呢,看到了 激发的这位凶手呢 他偏激的情绪以及偏激的行为 那他然后呢,就到学校的门口啊 还来打听 他为了确认这个老师呢 他能杀这人 他目的呢,就是伴着要来杀这位老师的 为了能够杀这人呢 他跟学校里面学生呢 还给学生钱 要求那些学生呢 来给他指认这个老师 经过学生呢 给他指认了这个老师的这个样貌啊 什么的 然后他就确定了就是这个老师 那在当天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呢 这位老师是正常的下课 之后呢,他就跟踪他 那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 他就开始先是拿刀来捅他 之后就把他的脑袋都给割下来了 还跟他喊说真主万岁啊 这样的一个口号 那当警察来了之后呢 他都拒不投降 也拒不交出来他手里面的凶器 甚至呢还想跟这个警察进行搏斗 然后呢他就跑了 跑到隔壁的一个小镇去 他是在隔壁那小镇的时候呢 被警察给击毙的 那这个事情的经过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过 呃,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 整个法国的社会呢 就非常的震惊 包括那个马克龙就说 说我们的一个老师呢 被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街头被砍头 这样的一个残酷的 残忍的一个杀人案件的发生呢 仅仅就是因为这个老师 在课堂上出示了一张漫画 说这个行为呢 是不能容忍的 那现在呢 整个的法国呢 都非常的气愤 就觉得呢 一个老师就这样的被杀害 这个老师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在学校里面呢 是非常深受学生的喜爱的 那他被杀以后呢 学生们都表示 对老师的一种怀念 震惊和惋惜 那有很多人呢 都到学校呢 去送花啊什么的 那现在整个的法国社会呢 都对这个老师呢 是给予充分的肯定的 同时呢 那个惹事的那个漫画啊 这个漫画已经惹了好几次事了 这个漫画呢 是由查理周刊发表的 查理周刊呢 是在2015年的时候 由他们这个杂志社的画家 慧智 并且呢 发表在他们这个刊物上 发表了以后呢 就激怒了他们这些穆斯林 尤其是那些个极端穆斯林 在2015年这个漫画发表之后呢 就有一位兄弟 他们拿着枪 有一天呢 就冲进了这个编辑部里面 冲着他们正在工作的 那些画家和编辑啊 疯狂的进行扫射 那当时呢 有一共11位画家和编辑呢 当场就被枪杀死亡 还有呢 这个编辑部外面的一位警察 也因为这个枪击呢 也死亡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呢 一共是死亡了12人 那这事儿完了以后呢 这个编辑部呢 就不敢再原级 再进行办公了 法国的警方呢 对这个编辑部 所有的这个画家呀 还有他的这个编辑人员呢 就所有的人员 就保护起来了 至于说他们的编辑部 搬到哪里 至今都是一个秘密 那一直到呢 今年的9月份 9月2日的时候呢 法国的法庭呢 要开庭 对那一次恐怖袭击案件 14名涉案人员呢 进行开庭审理 那在这一次 9月2日这个开庭之前呢 这个查理编辑部呢 再一次又把之前的那个漫画呢 又再一次刊出了 这个行为呢 法国社会其实有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果不其然 那这个漫画再一次发表之后呢 或者是因为再次发表 或者因为呢 9月2日这一次的开庭 他们这些极端的穆斯林呢 再一次又有两个人 就来到了这个编辑部 原编辑部的门前 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个编辑部现在在哪里嘛 他们只能来到他们原来的那个门口 在那个门口呢 就盔武的刀就乱砍 就跟中国新疆的那些穆斯林一样 就乱砍 当时呢 就造成了四个人受伤 其中有两个人呢 伤势还非常的严重 送到医院里面去抢救 那这是这个9月份 这时过一个月以后呢 没有想到 这一次呢 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恶劣的 一个恐怖事件 那法国呢 现在对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 我昨天就说了 马克龙呢 已经表态 说这样的事情呢 是不能容忍的 要出台更严厉的法律 那我看到呢 从昨天到今天 法国呢 又抓捕了不少人 其中呢 这个凶手的父母啊 凶手的兄弟呀 他们家里人都抓起来了 反正一共是六个人嘛 是相关的家里人 现在呢 抓捕的人数呢 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呢 已经是抓了15个人了 有的说呢 抓了20多个人了 甚至有人说呢 230个人呢 要被驱逐出境 其中180个人呢 已经是抓起来 已经在关押的一个状态 那同时呢 法国这边呢 还有社会上 现在呢 我不是很清楚 这是谁发起来的 说这个漫画呢 还要扩大发行和印刷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法国整个社会呢 对这个老师 给予高度的肯定 觉得这个老师呢 是一个英雄 老师是一个英雄 然后呢 第三方面的社会效果呢 就是法国政府呢 抓了很多人 然后呢 要驱逐出境一些人 要制定更严厉的法律呢 来压制他们这个穆斯林 以及极端的这种恐怖主义 我个人认为呢 我的观点和我昨天的视频里面的观点呢 基本上我还是一致的 我认为法国呢 如果是这么做的话呢 我觉得是火上浇油 根本就不会解决这个宗教矛盾 也不会来解决这种恐怖主义的 泛滥的这种趋势 法国呢 将会面临着呢 越来越大的这个麻烦 我昨天在视频里 我已经说了 我觉得呢 就是恐怖主义呢 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呢 像法国发生的这一系列的 尤其是就这个漫画的这件事情 这样已经发生了三次这种恶性的恐怖袭击 除了恐怖袭击是不可容忍的以外呢 当然法国呢 应该减刑自己 很明显的法国没有减刑自己的错误 我认为他们是有错误的 现在他们还要更扩大来印刷这个漫画 他们就认为这个漫画没有错 我认为这个漫画有错 是有错的 你有言论自由是没错 他们这个穆斯林社会呢 提出来的就是说 你有言论自由是没问题 但是言论自由是有底线的 你不能侮辱讽刺和污蔑 主要是侮辱 你不能侮辱我们的先知 我觉得他们这个理由也是成立的呀 很显然现在法国呢 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那个漫画那个杂志社呢 他们给保护起来 保护起来没有关系 但是呢不能让他再印刷这样的惹事的漫画了呀 为什么呀 犯不着对不对 那是人家的先知啊 就算是你有看法 你误误人家 然后你能这样吗 对不对 宗教这个东西啊 对于这个信仰的人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为先知莫罕默德 对吧 跟他的父母其实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你要是侮辱他的先知的话呢 就跟侮辱你自己的妈妈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呢 多数人是没有这种宗教的信仰 但是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我们自己的妈妈吧 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的妈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吧 对不对 那假如说别人就发表漫画 随意的侮辱你的妈妈 你能不能容忍 是不是不能容忍 其他的人是不是不应该侮辱 人是不是不应该侮辱别人的妈妈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侮辱他呀 你不侮辱他能死啊 对不对 你不侮辱他 然后你就会避免这些事情 那你能不能不侮辱啊 我认为呢 法国他们是有问题的 这些穆斯林呢 他们对恐怖呢 确确实实 他们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就中国那些新疆的 就中国我们的汉人 我们都没惹他们呢 我们哪敢侮辱他们呀 对不对 捧着他们 哄着他们 他们还搞事呢 你还侮辱他们 刺激他们 你不是ask for trouble吗 所以我认为 法国应该减醒自己 而法国他们这种西方国家 太过傲慢 他们从来不减醒自己 就好像是 他们受着这么大的一个 恐怖主义的烦恼 然后呢 又不能理解中国一样 西方的社会呢 太过双重标准了 你想想看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呢 如果中国北京的某一个漫画社 发表了漫画来侮辱这个人家的先知 政府呢 不仅不去消除这个因素 而且还保护起来 鼓励他们再次发表 再次印刷 还鼓励这老师在课堂上 以言论自由为名 来公然的再次来展示这样的漫画 你说如果这是中国人干的的话 这个世界还不得炸的呀 对不对 从另外一个方面也一样啊 假如说这事发生在中国的话 对吧 中国就推出来说 把你的家人都抓起来了 然后呢 又制定法律 说你这个教堂呢 清真寺 我就给你关了 我让你呢 那个教长呢 比你做很多规定 你不可以从那派 然后你的资金呢 不可以从国外来 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做的话 你猜怎么着 这个国际社会 肯定也得炸了吧 对不对 也得把中国政府搞的 肯定是对中国政府 肯定是得炸了锅了呀 得抨击中国政府 谴责中国政府 得灭了中国政府啊 你说是不是呢 所以说呢 这件事情哈 法国 我认为 如果法国政府呢 不能够正确认识 这个问题的话 他以后的麻烦呢 会噩梦无穷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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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